你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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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想得到的 善剑行早想到了 他万一布下陷阱呢 比方说 在这片林子里头 他布下地雷 怎么办 演习计划上说 不让布雷啊 你别太天真了 计划里头 所有的不允许 都是给咱们定的 善剑行约束不了他 善剑行要是赶布雷 那就是死罪啊 他就算布布雷 我想光明正大地 赢这场演习 不想用歪门邪道 在战争中 那完全可以用一些 非正常手段 取得胜利啊 老二 我问问你 咱们打这场演习 为的什么 为的就是 打善剑行 一个心服口服 让小鬼子看得 胆战心惊 咱们要打出军威 打出机制来 从现在开始 咱们谁都别打 指挥所的主意 传令下去 谁要是禁这片林子 军阀从事 驾 驾 驾 报告旅长 东北军教导旅 枪火特战大队 经过三月集训 现已通过称军考核 集结完毕 槍火特战队自今日时正式入列 隶属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教导旅 少帅命令 槍火特战队与城防部队实战演习 今天开始 徐文杰 道由你宣布 枪火特战队战斗齐温 是 我枪火特战大队 并成十大杀无射这原则 请我山河者 杀无射 如我国格者 杀无射 如我平民者 杀无射 如我姐妹者 杀无射 出卖机密者 杀无射 杀无射 隐私废公者 杀无射 出卖机密者 杀无射 夺我国土者 杀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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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yミ者 杀无射 跟你个重要任务 好 一会儿植树旅 退下来以后 肯定从东边 这个路口走 你的任务 是守在那里 抓捕俘虏 lemon姐 你的意思是我一直在那儿带着 不动画 我不发信号弹 你一直守着 好 好 警官来的 跟我走 哥 就让他在那儿守着 有用吗 这小子跟着肯定捣乱 让他在那儿吹吹风 那咱们怎么打 你带着三派 在正面阳攻 那是记住了 一定要打那相主公 侧翼呢 让小可带一个班 在侧翼掩护你 就一个侧翼 这一个侧翼啊 都是多余的 主要是让你看起来 相主公 那你干啥去 你在正面 顶住九十分钟左右 我花一个小时 从后山爬上去 到时候咱们前后夹击 把枝树铝包饺子 从这儿到后山 就得半个小时 还剩一个小时 你攻得上去吗 这么陡的山 你放心吧 咱平时练的不就是这个吗 但是老二 你虽然是阳攻 但是非常重要 咱们这次战役 能不能胜利 就看你的了 只有你正面顶住了 我后头的棋戏才有作用 你一定要坚守岗位 不要擅自更改命令 知道吗 拜托了兄弟 是 掌管 别动 告诉兄弟们 承梯子队形 反而冲 是 走 队长 计划成功了 山下的部队被咱们吸引过来了 天地 带着三班接着吸引火力 我拿后头 把架子进来 是 一个小时以内爬到山顶 队长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一直让我们附中爬山了 没了就上吧 上去以后 把极枪阵地给我干掉 除了极枪阵地别的药吗 没了极枪阵地 咱们还会打仗吗 明白 上 走 走 队长 别慎着了 咱俩敌别 正有此意 队父 山太斗攻不上去 火力也不占优势 你们多小时了 我就说我哥一个小时攻不上去 准备撤了 可咱们撤了 队长他们爬上来 就没有援兵了 你们在这儿死等啊 想办法 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结束战斗 你上去侦察一下 我在下方等你 是 是 撤 让我的力量 把极架队给我加上 左右加工 报了徐文杰的将军 是 大人撤出后面包包过来 开一个门 掩护一下 大人撤出一公里 反弄围 是 老板 老板 怎么样 徐文杰做梦也想不到 我在半途领的指挥部是假的 假的 如果徐文杰真的这么强悍 不走邻居 强攻拿下半途领您的指挥部 那是个假的 如果他走邻居 就会中我们的埋伏 这招高啊 老板 可进可退 您永远都立于不外之地啊 那也不一定 丰田派去的人 不一定能瞒得过徐文杰 但是 一定能骗得过多吉 对付 怎么样了 我哥他们攻上去了吗 没有 山顶上插的 还是扇剑行之处旅的军旗 咱们没时间了 传我的命令 咱们直接穿过邻区 端掉扇剑行的老窝 队长说过 那片邻区肯定是个陷阱 我哥太多虑了 扇剑行是个官迷我知道 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绝不可能冒着犯军法的危险 在邻区布雷 报告 报告 报告副队 我们抓住两个植树旅的兵 他们是从半途陵指挥部 穿过邻区混进我们队伍的 穿过邻区 我们穿过邻区 是为了给善长官买吃的 行 把咱们俩放了吧 这个善剑行 整狗奢侈的 让特务连的人 给他买吃买喝 不过我们得到了一个 非常有用的信息 那就是邻区根本就没有雷 全体队友 一口气跑过邻区 直接端掉善剑行的指挥部 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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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伍 撤吧 现在还来得及 告诉警察们 往回撤 往回撤 我们现在已经困子雷区的中央了 往回撤也是死 我们现在必须北水一战 弟兄们 朝善剑行的指挥所前进 跟我往前走 走 咱们上杠了 咱们上杠了眼睛的 咱们上杠了眼睛的 怎么办 撤回啊 要不然 躲不过炮击时间了 原路撤 还得踩地雷 我们的阳光部队呢 我们的阳光部队呢 看这样的东西是车 刚在下面牵着的话 上面不可能有这么多枪啊 这小子 我会去指挥所了吧 你盯着 我去看看 阳光部队呢 队长 你看 等等 多急呢 队位已经闯入邻区 去半途岭了 你这是咋了 有兄弟踩到地雷了 我们离得太近 给崩到了 邻区有地雷 到处都是 山洁仙 这个王八蛋啊 跟我走 好了 通知部队 开启报机 中原地发下 发下 发下 阴着三藏炮 看好 阴着三藏炮 都阴着三藏炮 开启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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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就出来这七个兄弟 来 队长 就出来这七个兄弟 这些是不是你的兵 是不是你的兄弟 哥 你听我说 别着急 你听我说 哥 别跟我说 别跟我说 你跟这些兄弟说 别跟我说 你跟这些兄弟说 说没说过 离区是禁区 我说没说过 威力者要追发处征 我说没说过 把枪放下 不放 你想违抗军令吗 把两个关金币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见 带走 群警 断机 司令部提审 提审啥呀 邻区有地雷 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哥 哥 你听我 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我真的是按你的命令 去做的 我看你那么长时间 还没有攻到山顶 我就 我真的不是为了贪攻啊 别 别说 你怎么不去死 多吉 你怎么还活着呢 那么多兄弟 因为你死了 都被死在战场上 死在你手里了 怎么不去死你 多吉 这些兄弟 都有妻子 都有父母 你怎么向他们交代 你们虎杨的姐姐来 你去死吗你 松开我 都这么松开我 不许动 你要有本事 你就打死他 你们放开他 你们放开他 搞个宴席搞出这么多事情 少帅花了那么多钱 你们到了 仪仗为打 死伤过半 算上伤残的 这支队伍的番号 都可以取消了 徐克珍 你怎么教育的儿子 怎么带的兵 事故处在教导里 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希望 在治我罪之前 让他们把事情说清楚 学院杰 你是特战大队大队长 解释一下 你的人 为什么进了炮击区 没有逃出来 为啥演习的区里头 有地雷啊 我解释不了 多吉 你的人也踩到地雷了吗 报告善长官 林区里确实埋了地雷 不可能 野心作战会议上 我已经没雷 双方在自己 控制的区域内 不可埋涉地雷 我们自己埋雷自己踩 山长官 说话得凭良心的 好了 现在说什么 也没有实际证据 再查清以后再说 你们先回禁闭室 我问你 多吉为什么要穿越林区 因为植树旅的指挥部 在半途里 当时已经临近演习结束 所以多吉副队长 临时决定 直接穿过林区 突袭植树旅的指挥部 结束战斗 你怎么能证实多吉 说得是实话 属下询问过多吉副队长 身边的所有人 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 好了 我看当务之急 是查清 什么人在林区埋设了地雷 外屁 外屁 喊什么喊在这儿 不是 没事了 没事 你躲哪儿去了 我没躲哪儿 我在这儿散步呢 我告诉你 你现在躲的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你哥 我都听说了 你和你哥 眼泪一出兄弟相残 不是 你何罪之有啊 你这事也怪我 贪功心切 捅这么大个娄子 怪你 突袭指挥部的这件事情 容长官都知道 他可不认为这是你的错 那毕竟我们损失惨重啊 这责任肯定是我来担 你要担了这份责任的话 你的脑袋可就绑不住了 正常的演习 多有人怨的伤亡 这事不至于到杀头的地步吧 这个事搁在部队上 那可大可小 可是徐国珍不这么想 你要是不死 怎么保得住徐元杰呢 是不是 脑子糊涂 多吉说 你们在山脚下抓了直属旅的两个特务 多吉就是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口供 决定穿越邻区 向半徒领出发的 是吗 报告长官 我怀疑抓来的那两个人有问题 说 我有一个老乡 在城防之处里里里过 昨天回来我问过他们 他们说 在这次演习中 从来没有在我们大队 插过任何的钉子 你们是刚进入雷区 就采想地雷的吗 是进入雷区二百米之后 我们采想的第一颗雷 在掉头往回走的时候 在路边又发现第二颗雷 从林区到半徒领 我们的工兵大概 起了五十多颗雷 这些地雷是咱们东北军的吗 不知道 是德国造的 这些地雷现在在什么地方 因为着急撤退 我们把起出来的雷就地处理了 娘 多急 来 夫人 人给你带到了 走 来 快坐下 娘 您也坐 你坐 你坐 这是娘亲自给你准备的 来 娘 别忙活了 我吃不下 孩子 在里面观着受苦了吧 没有 他们对我挺好的 多急啊 娘很想让你为徐家做件事 你知道这次演习出了事 但是你和你哥罪责难逃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顶这个罪的话 说心里话 我不希望是你哥 你明白娘的意思吗 我爹和我哥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不想让你哥和你爹知道我来找过你 这演习的事现在还没有定论呢 说不定我和我哥 多急 你给我个保证吧 就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 所以就不管我了 不 我不是不管你 我 我知道 我自私 可是你哥是徐家的独秒 我希望 我希望 你能理解我这个做娘的感受 就算娘求你了 徐夫人 差不多了吧 这个徐夫人哪 走到哪儿 都得跨文杰几句 编损一几句 义人 我要见单长官 给你 温姐 文杰 文杰 做噩梦了吧 这两天 睡下去了 落血 每天睡不了一会儿 追风大战那会儿 咱们的伤亡极其惨重 我几天几夜也睡不着 一闭上眼睛 眼前全是牺牲的兄弟呀 兄弟们 要真死在战场上 我这心里也就 我这 姐 人这一辈子 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要挺重 爹 部队的上方数字出来了吗 还没有 特战队已经没有转斗力了 但少帅说了 特战队的番号要保留 只要有了番号 我就能把特战队重新组建 一人哪 你说邵帅那边 咋还没有 咋还没有 取消特战大队 翻号的这动静呢 邵帅啊 一直就向着徐国珍 即便特战大队 在这次实战演习里边 兵力损失殆尽 毫无战斗力了 少少还是舍不得把这支队伍 给它解散 也算是给东北军流口气呗 哎呀 可是这特战大队 这番号一天不消失 你我的心里头 可就不踏实啊 要是等这件事情一过 特战大队再重新地挑选队员 到那时候 还不得冲着你我来呀 那您说 怎么办才能把特战大队 给它彻底消灭了呢 这事还得你办呢 这之前你跟日本人 不是合作得很好吗 您的意思是说 咱们还找日本人帮忙 我没啥意思 这头些天查地雷的事情 已经怀疑到我头上了 我去跟日本人谈 这不合适 不是 这事还得你谈谈 你得跟日本人说的 说的这个事 毕竟特战大队的存在 对日本人是有危险的 那您就不怕 回到查到我头上了 你多聪明啊 你总是能够封 封修寡的 来 我知道怎么办 宜仁俊 封天军啊 我知道你的饭量大 他也有给你加一个菜 这位是嫂夫人吧 嫂夫人 你好 别 你出去吧 我说你怎么哪壶不开你提那壶 今天高兴 卧位一下气氛嘛 走 我可高兴不起来呀 怎么了 上面根本就没有撤销特战队的意思 只要特战队的这个番号 没有给撤销掉 总有一天 他们还会死亏忽然的 我以为你们的政府 不会需要这样的残兵半将呢 地雷的事情没有调查清楚 是不是残兵半将还不好说呀 看来一任君 对这次实战演戏的结果 不太满意啊 我是在替你担心南风天军 我们中国有首诗说的好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有声 这个特战队啊就是那个草 你不把他连根给拔掉 早晚有一天他才找出来 就在你的心上 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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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人君的样子 好像给了什么好计划 在你心里 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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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瞒不过你啊 风天军 大家都知道啊 特战队的这群人 跟单将军手下陈防部的人 那意见叫一个大呀 所以单将军决定 贡献出咱们陈防部的这帮兄弟们 为消灭特战队也出一份力 你们真的是很有合作的诚意啊 等我们控制了东北 一定不会忘了二位盟友的 站住 哪部分呢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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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爹兄们 枪火特工队 这部王八蛋太欺负人了 给我追 爹 你怎么回来了 军法处把我和多姬放了 多姬不愿意回家 他在外头住一段时间 分开住 在外边住一点时间也好了 文姐 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一伙不明身份的人 打着我旅 和枪火特战队的旗号 夜里袭击了 擅剑型的部队 少帅为了稳定 东北军的军心 决定撤销特战队 爹 这肯定是关东军搞的鬼 咱不能就这么认了 特战队不能就这么取消了 特战队在关东军的心里 在东北军一些个别人的心里 是一块心病 少帅是迫有无奈 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那雷的事呢 上课还让查吗 查 一定要查清 我一定要究处 藏在东北军内部的百类 李仁了 你这事是咋办的呢 你这是要取消 特战队的番号呢 还是要把我城防部队的兵 都干掉呢 不不 浪漫 这件事情 我是交给丰田去办的 我哪知道他是这路的呢 不过您也别生气 咱们的目的不是达到了吗 少帅不是已经下令 取消特战队的番号了吗 不会是您小子从中使什么绊子了吧 我 我怎么敢给您下盼子呢 我都是按照您的命令去执行的呀 对了 许国珍呀 到现在还揪着实战演习内 抵雷的事情 他不放啊 查吧 让他查 看他能查出点啥 文杰的演习出事了 你听说了吗 报纸上登了 我都看了 这件事 对他打击很大 不押忆你当年逃婚呢 爸 您能不能不要 没事就提逃婚的事吧 好好好 不提就不提 我听说 特专队的人 最近杀了不少扇剑型的兵呢 不可能 文杰带的兵 一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是吗 我也这么想 会不会是冒名顶替呀 你呀 还是多跟文杰联络联络 你就不去看看他 你呀 爹 我是来向你们道歉的 你还没有过门 我们承受不起你这爹娘的称呼 我 当初你一声不响的逃婚 已经把文杰害得够惨了 你还来干什么 娘 当初我离开 是不得已的原因 文杰 文杰 怎么了 马叔小姐来了 马叔小姐来了 马叔干什么来了 小旅长和夫人道歉 小旅长和夫人道歉 好了 不说了 马叔啊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不该到我们家里来 爹 我是担心文杰 担心 你的担心晚了三年 文杰 文杰现在很好 他不需要你的担心 文杰 你赶紧去看看吧 我不去 文杰 他好不容易来一趟 走 赶紧去 我不去呀 我不去 我不去 爹爹 我不去 我去 我去啊 今天能看见你站在这里 我们就放心了 你离开的这些年 我们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如果你真心 给当时的事情道歉 就请你不要再打扰文杰 打扰我们家了 善怎么着 你怎么接来了 你把吕伯安在家里 没办法 我只好到家里来找你 什么事儿 你要查我的地雷库存 我的教导旅 莫名其妙地 捡袁进一个营 我必须查清楚 我给你 你 你 龙三我敢跟二帅都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你这不是在查案件 你这分明是在查我呀 没做亏心事 怕什么呀 我怕的啥玩意儿 倒是你呀 你不能拿着咱 两位东北军当家老大的命令 不当个事儿 都跟你想 这东北军还不都造得反了 东北是谁的天下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邵帅的天下了 邵帅 知道邵帅的手艺吗 邵帅命令我 彻底查清这次演习 所发生的问题 有阻挡者 已违抗军令论处 自己拿去带 停车 多吉最近在干什么呢 正在军马处接受调查 长官 好一个人现在好像挺关心多吉的 还住澡堂子吗 不住了 该住集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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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